公车失控往一旁民宅撞过去 直接卡在门口 招牌掉下来 零件残骸散落一地 被撞的休旅车 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现场大雨不断 但是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 未来公车经过上一个路口 时和另一辆车子发生差撞 之后公车就撞向一旁民宅 下怀屋主 就是突然很大声的蹦一身 然后从阳台看出去的时候 以为是我们招牌飞掉 下来发现 怎么会是公车 就直接整台撞到我们家门口 可能是有受惊吓 然后接着又撞到我们家门口 因为发生在25号晚上9点多 谢谢公车司机前往杀戮去 途中遇上耗之故障 导致跟一辆汽车发生擦撞 接着又失控滑行 撞击三户民宅和停放的三辆汽车 一共5人受伤 门口前中的花圃盆在全岛 满地都是泥土 现场一片狼藉 租屋门冒着风雨 拿铲子忙着清理土堆 脱掉车也将客运脱离民宅 均无饮酒情势 公车驾驶无受伤 车上亦无乘客 而流浪一车五人 均轻微擦措伤 其中三人进一步 送往少路邦田医院检查治疗 无生命危险 台风外卫环流带来强烈风雨 当时疑似因为雨势太大 事件不清 加上耗之灯故障 没有载客的公车 事控撞上民宅 好在伤事都没有大碍 进去的综合报道